隋堂和老公Tony 因为车子抛锚 只能坐在树底下 可能因为天气太热了 夫妻俩讨论了一下 最后决定手牵手 走进一旁的派出所 向婆利市大人求助 大明星突然来到警局 远景都觉得相当的不可思议 不仅发挥人民保姆的精神 热心帮忙 还趁机跟隋堂夫妻俩合影留念 照片中隋堂戴着墨镜 老公Tony衣着轻便 被内湖文德索远景们团团围住 副所长也来参议咖 大家都露出灿烂的笑容 留下难能可贵的回忆 隋堂跟老公Tony 从交往到结婚 感情一直相当甜蜜 两人常常出雙入队 夫妻俩前几天 还带着家中的三具小狗去洗澡 车子刚好就抛锚在 文德派出所旁边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便决定到禁区求救 隋堂形象相当亲民 先前他一个人带着儿子搭高铁 因为手中有行李 推车手忙脚乱 好在碰到好心人事 让位给他帮忙解围 隋堂还特地po文道谢 这一次进了禁区 也让原姓们留下了相当难忘的经验 记者李永生陈志芳 台北报道 最重要的吊 是 真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